第一只比特币期货ETF 它的Stock Code是BITO 今晚会挂牌 市场解读为比特币牛市的重要信号 比特币昨晚升2% 一度升穿62,000美元的关口 市场预期今个月 还有三只比特币ETF陆续上市 你怎样看加密货币的前景呢? 有人看上到10万的 如果单纯加密货币 我觉得选择来看 不是说在加密货币也看好 但是比特币我觉得是值得看歌线的 因为比特币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它的流动性和应用性 已经相对比较普及了 始终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去中央化 还有基本上没有央行的 没有人化行的 但是它的量是限量的 它的必要条件就是 只要它是广为接受 作为一个交易的媒体 其实它的需求已经可以很大 它的价格可以升得很厉害 但是当然 不是说大家不要管太多了 我都要加密货币 而是你要明白 就是比特币的波动性也很大 以及好像刚才所说 它是去中央化的 它一定是几乎所有央行的眼中钉来的 不是央行还是哪个角色 如果有任何一间央行又再出声 可能针对着它的安全性 流通性 或者是等等其他的问题 其实它的价格可以跌得很快 大家之前也见识过了 之前一年半左右 其实也不知道多少次 一跌就跌了一万美元 这些波动大家要去接受 你说是否很高追的话 我想你有回吐的话 在你的投资组合里面 纳入少量的比特币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现在方便了 又有ETF 更加方便买入了 譬如它上市价40美元 你觉得是否一个值得吸纳的价位呢? 我想它也是跟回真正的比特币的价位 当然这些价格40美元开出来 就是跟回那个比特币价格 我想可以再观察它之后是否跟得足 因为始终ETF虽然说 它有责任要跟着那个挡资产金 但也会有少许差价 看看它的操作是如何 是的 也要观察一下 因为有时跟不足也挺猛的 如果买了相关ETF的话 我们现在